来我们这个问到艾菲老师 什么星座组合的人可以 互相的提升的好伙伴 那我们请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太阳星座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公布的这个三个名次 都是两两配对 那么这个两两配对呢 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男男或女女 如果说能够符合这个星座的组合 基本上呢 你们会是生活的好伴侣 也可能是事业的好伙伴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是巨蝎座配上母羊座的 这个组合的话 你们可以成为事业当中的好伙伴 演艺圈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的 肖敬腾呢就是母羊座 他的经纪人呢就是巨蝎座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其实把这个肖敬腾 从一个素人的一个代表 推到了一个国际舞台 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明星 亚洲区的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歌手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他们那个配对是可以放大优点 并且缩小缺点 那么那个肖敬腾的经纪人呢就说 他观察肖敬腾他在出道的时候 其实是不太会讲话的 因此呢把它塑造成一个 省化一哥的这个模式 所以呢巨蝎座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羊座身上的一些优点 并且把它放大 那观察到母羊座身上的一些缺点呢 就把它缩小 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在事业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天蝎座配上双子座 也是可以成为事业当中的一个好伙伴 演艺圈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也是有的 这个郭富城呢 他是天蝎座 他的经纪人呢 小美是双子座 那么这个组合呢 其实对于郭富城在这个 四大天王的一个发展历程来讲 其实起到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 那么天蝎座配上双子座 其实叫做强强联手 如虎天翼 本身双子座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星座 要他能够看到的明星 而愿意把它推上一把的话 其实我觉得天蝎座本身的才华 他的潜力 他的能量其实是够足够强大的 所以这两个星座的一个结合 其实叫做强强联手的一个组合 那么大家观察到 那个郭富城他近几年的发展 不管在歌唱 演戏 电影 其实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觉得他的经纪人 其实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是 再来看一下第一名的组合 摩羯座配上处女座的一个组合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你身上 或说你身边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组合代表 那么都是土上星座的朋友 他们能够成为良师益友 并且支持跟鼓励对方 因为这两个星座都是土上星座 比较知道对方的一个优点 比较知道对方的做事的一个步调 所以他们彼此能够互相学习 那么摩羯座的一个建议 配上处女座的一个谨慎 他彼此能够鼓励跟支持 最后都能够在事业当中 成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梦想 你们三位是怎么样成为好朋友的 我有两个大咖的YouTube好朋友 他们就是爱玲跟水风刀都很大咖 爱玲跟水风刀他们都是YouTuber 然后他们呢就组为一个 他们是多少那个点 他们大概都三四十万订阅 就是在这个 三四十万在你们很 你还有跟他交朋友啊那么少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个人才四万多订阅而已 所以其实呢 三四十万很高耶 对对对所以我在这个YouTube的读书会里面 我就是旁边打酱油的 其实旁边都是大网红 我就会觉得说 诶我怎么会出现在这边 那不过也很感谢 就是这些女性的好朋友都不嫌弃了 三四十万订阅 减少你的老师多少 十万刚过十万 哇一击老师呢 不是几万 超厉害 哇哦 幸运性 然后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呢 就是大家去分享自己的专场 所以如果轮到我办的话 我就会教大家看自己的流年嘛 教大家看星盘 那一击如果轮到一击办的话 他之前是说他要教大家性爱体位 嗯 你要教大家性爱体位 对 你们读书会只有女生还是有男生 对都只有女生 只有女生 哦那还好 那大家说 哎呀那要怎么上课啊 就是会大家有伴的可以带来 然后除了性爱体位之外 可以教一些技巧 就是如果让双方感情变得更好这样 有伴的可以带来 对 那没有伴的可以借用吗 哈哈哈哈 没有一生吗 就是哎 哎 简少年老师今天人数不够 我麻烦来 麻烦来那个道解朗讨 我是个清新寡语 清新寡语 大家穿瑜伽服那些来练体位 哈哈 那跟简少年老师的话 就是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非常多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早就跟我说 哎 我有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又很年轻的又帅的老师 就叫我改天一定要跟他碰面看看 然后结果 听起来就是汤老师啊 跟我学位老师啊 对了 只有是简老师 没有要认识课了 这两位就是陶竹苗的天王好不好 陶竹苗的天王 不 我正好有新竹人 哦 是啊 对对对这多的 然后呢 就有一次在一个尾牙的聚会 就正好跟简老师同桌 对然后就终于见到本人 哦 但是我跟简老师有非常多足迹重叠的地方 比如说像一句 足迹重叠 对也会跟简老师一起拍片 然后我们真的非常多共同好友 就比如说他上次去拍片 下一次可能就变我去了这样子 所以就自然认识了 没错 那简教你老师呢 你是去路过一级老师的影片谈命理哦 对就是最早就是我去上一个网红的节目 然后一个帅哥 然后那个帅哥就介绍一句老师给我 然后就说能一起拍一些话题 然后我跟他合作那支影片呢 就是讲说怎么看这个男生女生性欲强不强 然后从面相上怎么去分辨这样子 是哦 对然后那支影片是我有史以来合作影片 就是观看数最高的 所以他就是流量密码 是哦 那一句老师你觉得从命理上看得出 信誉强不强准吗 信誉这一点没有到很准 可是 讲两个人契不契合 怎么样去对照 我觉得蛮准的 你是实测吗 对实测 实测 信誉有时候也不是准不准 他有时候在里面 他还在忍住在憋着 你知道吗 被讲到他也说没有 没有 然后米萨跟米萨认识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有趣 因为我们很多共同好友 对 所以当大家知道我在拍YouTube之后 就传讯给我说 你认识这个老师吗 他长得很正 你可以介绍给我吗 哦 是哦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他是谁 知道有一次在尾牙的时候 看到他本人 然后说哎呦真的是蛮正的 所以就跟他认识了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足 跟着心向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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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